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教的发展 纪念了一个重要的转折 无论是让一个玄佛河流 为佛教提供的一个重要的机遇 还是 金文罗斯大师来到长安 翻译佛经 为中原地区佛经翻译 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同时还有很多本土的高僧 悉行求法 也促进了佛教文化 在天竺 西域约和中原地区的一个交流 同时最关键的一点是 本土的高僧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解决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 冲突的一个问题 他们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式 使佛教与儒家文化 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走向了一致 正因为如此 在东晋之后 佛教的发展 可以说就走上了一个 不断繁荣的一个道路 并且逐渐由一个外来文化 转变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那么佛教如何从一个外来文化 逐渐变成一个主流文化的呢 从兰百朝开始 佛教可以说就步入了一个正轨 它在这段时间的发展 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 采取的总的策略是文化妥协 其实这就是 从道安到会员 一直采取的一个策略 那么从此之后 人们基本上采取了这么一个策略 那么这种妥协 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对皇权的妥协 那就是对皇权 不能采取像 佛教在印度传播时期的那个样子 来对待皇权 那么佛教在中国只有依托皇权 才可能走向繁荣 所以呢 他们常常和这样一个皇权之间 有着一种密切的联系 同时呢 帝王对这个佛教也大理地推崇 因为佛教教是采取了这样一个策略 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 比方说我们前面提到过 道安 强调不依国主 法师难逆 第二个妥协 就是对儒家文化的妥协 那么这种妥协表现在很多方面 我们前面提到过幻语会员 把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观念 尽量去和儒家里面的一些观念 去协调 甚至在某一方面是一致 尽量去一致化 其实这样一种解说本身 在某些时候不一定符合佛教的原始意义 但是为了这样一种发展 不得不采取了这样一种妥协的方式 我们这里还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儒家特众孝道 但是佛教里一系列的行为 是和这样一个孝 是格格不入 针锋相对的 那么中国佛教界为了凸显佛教的 这样一个孝文化的特点 也讲孝 他们在佛经里面找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典故或者语句来说 其实佛教也是讲孝的 甚至于为了表达佛教 众孝的这么一个观念 以至于还造出了这么一部佛经 佛说父母恩仲南报经 其实这部佛经并不是 印度佛教类民流传过来的一部经书 而是应该是我们本土造水的一部经书 为了表达佛教也众 或者佛也众孝道 这么一个观念 在佛经翻译过程中 如果你们有些内容 和儒家思想有冲突的话 他们往往也把它给隐去 或删除掉 不翻 或者用一种很隐秘的方式 把它翻译过来 比方说印度佛经里面 有很多了解女性的这样一些成分 因为在印度文化里面 对这样一些描写 是应该说比较开放 也比较 他们认为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在佛经里面 也有大量的这样的描写 但是这一部分内容 在翻译成汉语佛经的时候 就有意无意地被审阅掉了 特别相信有些敏感的词语 什么接吻啊 拥抱啊 用一种音译的方式 不把这个词直接翻译过来 那么这里面就表现了一种 文化上对儒家的一种妥协 那么除了文化妥协 这样一个层面以外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帝王的提倡 佛教界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 那另外一个方面 同时帝王对这样一种文化 也逐渐开始提倡 他们接受了佛教界所说的 这样一种佛教文化 对统治阶层是有一定帮助的 这么一种说法 所以呢南北朝时期很多帝王 都提倡佛教 甚至信仰佛教 虽然也有一些帝王反对 但是总体上而言 大多数帝王是提倡佛教的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就是南朝梁武帝 尤为典型 梁武帝他的家庭本来是 这个一直是信仰道教 是道教世家 但是梁武帝做了皇帝以后 没过两年就下诏书 颁布天下 就说我现在要改邪归正 舍道入佛 昭告天下 同时呢他也 是不是让他家里人 是不是后宫的这个嫔妃呀 自己的孩子呀 也信仰佛教 同时也让大臣们信仰佛教 甚至有一次 听说某一个大臣没有信仰佛教 他挺着急 还把他找来来做他的工作 而可见梁武帝对佛教之用心 同时呢他自己还解读经书 同时还甚至于呢 站在这个讲坛上来讲经 他甚至于把自己 布施给了这个当时的皇家寺院 同太寺 舍身同太寺 那么朝廷不可一日无主 那大臣们就很着急了 皇帝都已经被舍到这个寺院里面去了 那怎么行呢 那么梁武帝就说你们如果让我回去的话可以呀 可以用钱把我赎回去 所以大臣们不得不用钱把皇帝给赎回去 那么这一方面反映梁武帝他对佛教的一种信仰 也相当于是给寺院布施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钱财 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寺院 那个时候寺院的一种经济实力 那么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四次 就梁武帝舍身同太寺 一共有四次 可见梁武帝这位一个皇帝 对佛教提倡的一种热烈 那么佛教在梁代 几乎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国教的地位 正因为有着帝王的提倡 那么南北朝时期寺院经济也非常的发达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南朝四个朝代 这个寺院的所数以及当时这个僧众的人数 我们来看一看 宋有寺院一千九百一十三所 而这个僧众一共有三万六千余人 齐 南齐 寺院有两千零一十五所 而僧众有三万二千五百余人 到了梁代 寺院一共有两千八百四十六所 而这个僧众一共有八万两千七百余人 到了臣相对要减弱一点 寺院一共有一千二百三十二所 僧众一共有三万二千余人 而这是南朝 而北朝人数可以说更多 据这个史书记载 北朝 北魏末年 北方寺院一共有三万余所 而僧众有两百余万人 到了北周末期 寺院有四万余所 僧众一共有三百余万人 有如此多的寺院 有如此多的僧众 可以看出他们的一种实力 尤其是一种经济实力 因为信仰的人多了 不实的人也就多了 那么寺院的经济实力 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上的一个记载 来看到他的实力有多强 在刘宋时期 就南朝的宋 元家时期 元家连间 宋文帝准备北伐 去怎么样 攻打北方的这个魏 北魏 但是通过这个计算 就发现国库里面的钱不足 不足 怎么办呢 宋文帝不得不去借钱 找谁借钱 什么皇帝能找谁借钱 他们找的是寺院 找寺院借钱 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 寺院的经济实力该是多么的强 寺院经济实力的增强 显然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 以至于政治的发展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状况 总会有些人出来反对佛教的发展 这也是必然的 所以在南北朝时期 对佛教的这样一个批判 也一直持续着 那么同时这个佛教界呢 也常常会有人出来怎么样 来辩论 来护佛 那么在南北朝时期 最有名的一次辩论 是在这个齐梁时期 在南齐的永明年间 范整 这样一位这个世人 写了一篇文章 论一个问题叫神灭论 因为在当时这个 佛教界推崇的是神不灭论 用词来证明佛教的一种理论基础 而范整针对这样一种理论 他提出了神灭论 其实就是对佛教理论的一种批判 一种否定 那么此论一出 哎呀就震动了这个佛教界 佛教界觉得这样一个理论 这是对佛教理论的一种完全否定 所以纷纷起来进行这么样 跟他辩论 当时的这样一个 包括一些帝王 也站出来 或者组织人 来跟他进行辩论 可是一直没有把范整给变倒 范整这个人还是很坚强的 不断地去辩论 那么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了梁代 梁武帝 刚才我们提到的梁武帝 这位信仰佛教的最有名的皇帝 在他做皇帝以后 还曾经组织过一次 就是针对这个神秘论的一次辩论 他不止给他的大臣 还有一些高僧 一个任务 让他每人写一篇 神博灭论 来博这个范整的神秘论 像类似于这样的 这样一个争论辩论 也是持续一直持续着 当然总体上而言 南北朝时期佛教 还是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戴 所以呢 他才能不断地走向繁荣 那么这个时期 对佛教打击的这个世界 也有几起 虽然不多 那么这几起 在历史上 曾经被称作叫 三五一宗法呢 就密佛 那么其中在南北朝时期 有两次 就三五一宗这个说法里面 有两次是在南北朝时期 主要是在北方 一个是北魏 太五地 一个是北周五地 那么这两个五地 在外的时候 曾经有过灭佛的行为 就对佛教来进行打击 打压 不过总体来言呢 南北朝时期 佛教还是受到 大多数帝王的推崇 所以这使得他不断地 走向了繁荣 那么这一时期 佛经翻译 同样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只不过这个时期 佛经翻译 逐渐地有翻译经 转向了翻译论 使得佛经的这个内容 是越来越丰富 这一时期也有一位 翻译的大师 叫真帝 在南朝 陈这个时代 我们知道前面东晋时期 是吧 来到长安的 纠摩罗时 也是一位翻译大师 翻译了很多 著名的佛经 那么这个时代 到了这个南北朝时期 也有一位翻译大师 很有比较有名的 叫真帝 当然还有很多人 参与翻译的工作 而且这个时候 佛经的翻译 和之前的佛经翻译 已经不一样了 可以说翻译的 从语言 这个完整性方面 这个准确性方面 都比之前大大的提高了 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 为佛教走向繁荣 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感谢观看